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要是如果不是电影公司找我合作宣传 我真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都不开麦 陈生你试试豆沙包 你说得这么清楚 如果电影公司不找你 你就不会做 我是懒得去做 其实我对那些网友是很挂心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是这样 所以这次整个报警和过往是有不同的 这次你见到 我们真的去了一个宣传播剧场 我刚才开了一个很大的旗票 让Grad我说 不如这样 他有点图我 不如这样我每星期来做《教育之利》 玩得这么大 如果每星期来做《教育之利》 我想最开心当然是问网友 是我们Patreon上的订阅户 不过要先说一声 因为今集真的是和电影公司的合作 是一个特别的表演 所以我除了这一集 是有所谓的外 其他的《教育之利》 我都会调教只是Patreon用户 即是说你们如果想在未来的集数 或者你们看过往的集数 如果你们想看到的话 麻烦大家马上去到云海的Patreon订阅 Patreon订阅的连续很简单 你在云海的Page上 基本上你应该一个星期贴一次 最近少了 但要找不是不行 但我想说一件事 其实Facebook真的很占价 因为原来我只要那个post 是有Patreon这个字 其实会调教很多 他不是要分别的 即是他能够到多少人 或者够到多少人 他会剪较 因为我看见他够到的数字 是很差的 他觉得是竞争对手 一来竞争对手 二来Facebook的界面 或者他们的algorithm 其实是会订阅 如果你在一个Page上 post有连续的东西 原则上是不建议用户 会贴有连续的东西 他们便会压低Ritch 这些便是孤寒 这些便是小价 这些便是Suckerberg 但算了 Facebook也是这样运作下去 我不会理他 我想说大家看到 应该这么说 我要给一点点前撤 为什么我会和这部电影合作 这部是鬼片 鬼片当然通常都会找我合作 但不一定 通常不一定 但是这部电影 为什么会找我合作 而我也很乐意合作 就是有点前撤背景 我完全不怕跟大家说 如果之前做我的粉丝的人都知道 过往三四年 至少三四年 其实我和华立电影 是非常好朋友的 因为他很愿意和我合作 我也很愿意和他们合作 包括DC 包括很多恐怖电影等等 甚至全亚洲的电影里面 全亚洲区DC要送礼物 试过一次 全亚洲只有一份礼物送给我 我就觉得 哎呀 有点不好意思 拿别人这么多便宜 也有帮助别人做多些事 有点 但如果大家看我的patreon都知道 我说到 其实 因为华立去年 就决定撤出香港 这是很震撼的事 是的 整间华立公司在香港 整间华立公司没有了 于是 当时我心想到 华立电影在香港没有了公司 那怎样呢 后来华立电影 就外判了给香港某一间 可以说完 外判了给环球做代理 环球就代理所有的华立电影 即是今时今日 如果你在香港看到任何一套 是华立出产的电影 其实他们都是环球做香港的工作 没错 草牌呢 环球就叫我 环球我们有一套华立的鬼片 就是conjuring 3 这一套很出名的恐怖电影 即是我们现在的backdrop那一套 第二集就很出名 第三集就来了 问我可否合作一些宣传 当然第一件事就是 因为他本身是华立的电影 我挺高兴 他终于会找我做一个宣传合作 我说OK 没问题 当然是华立原本那班人 那班朋友仔 他们在结束工作之前 都有交代给环球的人 我不知道有没有交代 但起码找我去 我觉得挺好 挺温暖的 我说没问题 他就问我可否做一集节目 说一下新一集的电影 我说没问题 所以他有这个合作模式 第一我会和他做个节目 第二是如果你是我的patreon用户 你就知道 未来星期四 6月3日 有个免费招待我patreon用户的包场电影 看这部电影 不如我讲一下中文名 就叫鬼屋 惊凶十六 三 知 摩子 虽然中文名我改得很奇怪 是 我都不懂形容 因为可否改得顺厚一点 本身你头那六只字已经很长 很长 很巧厚 但摩子这个字 我有一时想死吧 摩子 人们是否可怕得到 有些难度 但我都觉得 我们看看我们香港的观众 可以记得到多少 即是叫做魔鬼的指令 是的 指意 Dead force order 希望大家看这部电影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摩子的字 我便想起 咦 是否要做个动作 摩子 难道 都可以不做 我们都不想做 被人截断 因为桃要糟糕 你会变成了 幸好 摩子 应该这样 摩子 对 应该这样 第三集 第三集 是的 所以我要讨论一下这部电影 其实有几个点要讨论 第一件事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第一、第二集 我可以相信 我没有看 竟然 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对于恐怖电影 可能我本身也有 你不是吗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 但你说Alien 那一类 我反而会看 如果你说是Jump Scare的电影 对不起 我真的很少可会看 我呢 第一、第二集 我也要相信 我有看 但不是入戏院看 我不是入戏院看 我在哪里看 我也不是在网上去 去旅行的时候看 是的 我是在飞机上看 但我想跟大家说 这部电影 是不能在飞机上看的 为什么呢 就是 你知道当时 因为这两部电影很出名 是的 第一、第二集 好了 你知道 我在哪里看 我告诉大家 阿联游 阿联游 阿联游的视频 是可以看很多片 很多片 很多片 我原本也不太想看 但因为太闷了 那次我不知道 我飞到哪里 我心想 喂 我八个小时 真的要看东西 是的 你又要在阿联游上的屏幕 找器看 是的 我突然看到 是的 我还未看 Country 1 还未看 我看 你知道 当时我看着镜头 我真的摸得 喂 很近 近到 突然 对不起 要给我 是否大约要去到这样 我想两个手掌位 近到 因为你知道坐飞机位 不可以太远 你也不会那么豪华 你坐这个business class 你应该坐economy 就算阿联游的business class 也是很近 很近 我想顶尽 你和前面的机背 最多就是三个手掌位 所以当时我看得很辛苦 很近 看鬼片很近 其实我的感觉是 嘩 眼睛突然 嘩 嘩 嘩 我就觉得 这套电影 真的不应该看 飞机台 是 第二就是 他的跳舞会是什么 喂 喂 喂 怎样 喂 搞笑 我看完就很不表格 好了 犯賤 回程的时候 你再看一次 回程的时候 我心想 没什么要做 代表什么 你在阿联游这么大的Data Base里面 都找不到適合你的东西 是 是 你先不要理会 是 我看完Contraway 2 是 我心想 哇 很近 画面很噁心 不行 你一定要 大银幕 是要的感觉 是你要很grain 鬼片是要这样 原来你在飞机看鬼片 是不错的 而且气氛其实很重要 如果你到戏院看 周遭的人都是本着看恐怖 悲悲心态 突然有这些 jump scare 又好 不同的设定 去吓你也好 除了你害怕 你旁边的人都会害怕 大家一起喊出来 你幻想一下我在看Contraway 2 准备灵异物出来 有个低哭 没有低哭 抱歉 一个性感 凶者走过来 先生 对不起 英文 Excuse me sir Do you want some coffee? orange juice 就是这样 我心想 怎样 凶者害怕那只鬼 你明不明白那一刻 突然觉得你惹罪了我 看鬼片是不应该惹罪我 所以我也是那句 入戏院 第三集 不要看 而且现在很少人飞 没有 你不要坐飞机看 因为现在很少人坐飞机 看戏院 当然我又要言归正传 就是说这套戏的本身是来自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其实第一第二集 都是说一些鬼屋 就是发生事件 有些灵媒去探测 但第三集 其实就拿出一个 美国最经典的个案 就是用灵异角度去拍摄他们 那这件案是什么事呢 就是原则上 可以说是 美国史上第一次 也应该是唯一一次 如果没有搞错 唯一一次 就是有个人 杀了另一个人 之后他上庭的时候 辩护律师说 喂 等等 其实不关这件事 不是他本意去杀另一个人 是因为魔鬼叫他去杀人 原则上是第一次 法庭上是用魔鬼叫你杀人的名义 做防守 真是这个魔子 真是魔鬼指使 我想讨论一件事 这件案是否真实存在 是真实存在的 这部电影不是創作故事 它是改编 但是真实发生在美国 我们要讨论一下 这个过案是什么呢 就是当年80年代 应该没有记错 1981年 你有搜寻到吗 现在立刻搜寻 因为我记得1981年 2月16日 如果没有记错 你搜寻一下我没有记错 我这些记训都可以 26日发生了个男孩 叫做 杀了一个房东 杀了房东的前设 没搞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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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 2月16日 没搞错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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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6日 没搞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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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 他杀了人 是 之后一宗案 便会律师说 不是他杀 魔鬼指使他杀 在10月开始上庭 即是开审 但整整个月内 引起了全世界关注 因为抗议就是说 不是他杀 是魔鬼杀 魔鬼叫他杀 为何会有这样的说法 简单来说 故事背景是如何 因为最初 在美国的康纳迪格申州 是一个叫brookfield的小镇 对不起 这些冷气真的很冷 突然被塞 突然间 我们开麦前没有东西 是的 通常说这些东西很邪 这些突发状况 其实在我们过往 也有经常性发生 经常 是商台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不要提 悲哀事件 当时是康纳迪格申州 是康纳迪格申州 有个小镇 Blockfield的小镇 有一家人要搬去租的地方 住 住住下 其中一个 家庭里面最小的小孩 11岁的叫David 家康纳迪格申州 开始声称 在一家屋里面 看到老人家 老人家当然是鬼 说要吓他 不让他在那里住 推他 但整家都看不到 只有他看到 最初这家人觉得 你这个小孩是否说大话 是否玩东西 是否不想 他妈还觉得 你不想打货 在那里作故事 很奇怪 全世界都是这样 每一间所谓鬼屋 都是小孩看得到 我们在中国 或不同地方的传说 都是这样说 小孩有一个特别的能力 是很容易跟其他灵界 或其他世界的人 的灵体 会容易接触到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全世界的人类 应该容易接触到 不过小孩 比较纯真 未接触到 未被污染 或者意志 没那么硬 比较纯 就容易见到 类似这样的东西 又出现技术问题 云海是把咪线扯掉 本来已经夹好了咪线 现在没事 你要上机的朋友 麻烦你听不听到 幸好今天有朋友在帮上上机 我真的想 为何无缘这么多烏弄 好了 趁着说这一集 我认为爆了一些内幕 为何呢 电影里面说 首先看到魔鬼 是个小孩 1月11岁是小孩 其实 我想告诉你 今年 其实发生一件事 就是 大概 我想一下时间 也不是今年 上年年尾 有一位好朋友 是 是 是 他是一个传媒高层 我不说哪个传媒 因为 我已经发觉 我那次在 不知Facebook 在哪里说了两句 那间传媒机构有人猜到 哇 我挺害怕 我挺害怕 这个传媒高层 就是打来跟我说 是 有一天半个打来 半个打来 已经心想 有点古怪 有几可会有人凌晨突然打来 还要这么约束呢 还要跟我说 云海我要求救 我说什么 是 我说现在屋里有鬼 他租的 他租的 在新界某个地方 是 他租的 我说 你可否讲详细一点 他说可以 但我现在不防得 我现在上班 差点讲 哪个节目 上班 我转头 告诉你 什么事 当晚他没有打给我 他心想 死了 他没有打给我 原来他太累了 那几天 他说 不是了 我不是在电话跟你说 我约你出来说 是 约你出来说 他跟我说得很清楚 什么事 他在租你的房子 OK 租了 不久之后 他就已经很害怕 为什么 因为不是 跟电影一样 不是他看到 他有几岁的女儿 看到 这些最惨 女夫妇看不到 是 女儿看到 女儿怎么看到 就是 他很清晰的形容 给我听 回到家 是 第一次 他老婆 在房子做事 嗯 老公 在我们的厨房 摆着食物 嗯 那女儿突然跑到厨房 爸爸 爸爸 指着厅 有个叔叔 哇 我告诉你 他那一刻突然看 喂 女儿 你不是玩东西啊 有个叔叔 嗯 很兇啊 哇 很兇啊 那 我朋友 看一看 也不可能有人 是吧 一眼看完而已 而且只有三个人 是啊 老婆她自己 她的女儿 好了 他就跟女儿说 没事的 你看错了 没事了 其实她不相信 她一点也不相信 糟了 你不相信那一刻就害怕了 第二次她说 她在厅中间 跟女儿在玩 寂寞 玩东西 是 你幻想一下 很惊 幻想一下 她坐在地上 是 前面就是玩具 是 女儿就背着她 是 就是对着她 对了 就继续一起玩 两个就面对面 好像我们一样 她突然玩玩 女儿就看着她的后面 嗯 是这样 是 你看 又是那个叔叔 哇 你知道她有个客人 你拎不拎着面 是 你拎不拎 我会拎的 我幻想着 是 那一刻我会很害怕 是 之后呢 我问她有没有灵 她说我有灵 她慢慢看上去 当然不会想着有人 是 是 但后面是那间集密房 是 开着门 那女儿就继续说 叔叔啊 看着我们玩 哇 喂 我问她 第二次你还信不信 她说第二次还未信 哇 我 你信不信 我想我都未必信 即当是女儿说天真话 你始终都会觉得 小女儿可能玩 或者不认真 或者 未必知道 可能会用了她们自己懂的字 去重新其他物体 可能其实她不知道 那是什么 她说得出叔叔这个字 可能会这样说 不知道 我问她 你什么时候开始信 这个就是关键 她什么时候可以信 她就告诉我 她说她什么时候都不信 她女儿说看到有个叔叔 她也不信 是 真的 你几岁 五六岁的女儿 谁说五六岁的女儿 在一个传媒工作 两夫妻在新街上 我怕被人猜到 算了 算了 说到这里好了 不要再说了 不要说 把节目出来她会死定 她会死定 好了 我说你什么时候可以信 是 有一天 回到家 吃完饭 老婆去洗澡 OK 坐在厕所 是 女儿在厅 她在厨房 摆摆 好 对 抱歉 她女儿也进去厕所 不知在哪里 她女儿不会在厅房 不在厅房 她女儿也不会在她认知的范围接近 她一个人在厨房工作 突然间 她听到一些声音 在她后面 后面是谁 老婆这么快洗澡 老婆洗澡 老婆洗澡 女儿应该不在后面 突然间 她听到 字枝 是 按 会开盖的 她听到字枝 突然间 开盖 她背着她 字枝在她后面 开盖 是 是 我觉得开盖 还未是最害怕 她说她最害怕的是什么 就是 开盖 那一刻 明显的盖被人按 盖断了 即是跌到地上 即是 即是 那一刻 转着面 看着盖在地上 是 即是 后面是没有人 突然间 突然间 她觉得 我害怕了 女儿说的是真 她也觉得 应该有点怪 好 说到电影 电影就是 那位男生 不断言说是个男人 跟我的朋友一样 很害怕 男人说要推他 真的推过他 又说要吓他们 又说要赶走他们的家人 不能在这里住 后来 还要说 那个男生有些动作 就好像被鬼附 这样的情况 这家人就害怕 这家人 要视乎 这家人开始害怕的是什么 就是 这家人开始听到有声 即是跟我朋友一样 听到屋顶有声 听到有些古怪的 不同的声响 不同的不寻常的东西 动动类似的东西 好了 才开始觉得 不是啊 我弟弟不是说大话 我心想就是 为什么 眼睛是要 你们自己听到才害怕 真的 好了 男生开始被鬼附的动态出现了 是 就找了一些神父 就来驱魔 嗯 嗯 传说 我不知道真实的版本是怎样 因为有很多版本 就找了几个不同的神父 来驱魔 嗯 来到驱魔之后 没有说成不成功 是 只不过是好像叫做驱魔 完成了整个仪式 完成了那些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效果 发生了 是的 但大家记住 被驱魔的弟弟 并不是杀人的弟弟 是 OK 为什么会有一个杀人的事件 杀人的人 其实很惨 杀人的人的名字 是难读到 我想说 我查过这个人的读法 但也是很难读 是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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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是否读错 应该是德眼 如果在台湾 就会叫做 是欺欺下欺强身 哇 中文怎么译 是的 所以我叫做Johnson 是吧 Johnson 那为什么会跟Johnson 有关系呢 你说他冤枉也可以 你说他愚蠢也可以 就是因为驱魔的时候 他有份在一起 嗯 我有这样想 驱魔的时候 你在这把鬼吗 吃花心 是吧 他有份在现场帮手驱魔 是的 我真的想想 你是哪位啊 为什么你在现场帮手驱魔呢 雖然应该是亲戚 类似亲戚关系 和小孩是谁的关系 我也忘记了 是否表弟唐卿 还是什么呢 我也忘记了 但问题是你在现场 神父驱魔 你便走开一点点 嗯 是吧 好了 驱魔的途中 根据传说的个案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那个 小孩 就是那个Johnson 就跟那个魔鬼 有些对峙 包括什么呢 包括呢 传说就是说 他拿鸡蛋扔那只魔鬼 嗯 我心想 你扔那只魔鬼 是否可以驱魔呢 嗯 我又 甚表怀疑 最后呢 说法就是这样 说法就是 因为他帮手驱魔 那魔鬼呢 驱了出来的时候 就开始整股Johnson 是 怎样整股呢 就是说曾经有一次Johnson开车 开车 就令到车失控 就撞到一棵树上 但Johnson就没有受伤 是 但不知道为什么呢 突然Johnson收到一个信息 就是叫他那间屋的水井 就打开了水井 超无聊 是 你为什么要打开水井呢 但原来的说法就是 水井就囚禁着魔鬼 哦 他打开了水井的时候 根据Johnson的说法就是 他面对面见到那只魔鬼 是 而且眼神有接触 是 那么开始那只魔鬼 就叫做 开始扶到Johnson的身 嗯 就开始说话有些奇怪 有些幻象 有些突然其来的古怪行为 等等所有的东西 就开始 他家人都觉得 会不会其实 那小孩 原本被鬼附的魔鬼呢 说了出来之后 就扶到Johnson上呢 嗯 嗯 那我又在想这件事情 就是 那你当日 为什么你要去帮手驱魔 是的 而你又无端端要被自己被鬼附呢 是的 这个是不是很愚蠢呢 Johnson就说 原则上 根据他自己的个人说法 就是说 他在水井那里 和那只鬼的相遇 就是他最后一次清醒的状态期间 去见和那只鬼有这样的相遇 之后就开始被魔鬼附上身 即是什么都忘记了 是的 很惨 开始就经过眼神的交流 就是我跟你这样看完之后 你又这样负了我身 直轨又上了Johnson身 这样 那我又回到我的朋友那里 是的 那我的朋友呢 我就问我 我说你怕不怕 我怕啊 但是我说 那为什么你不搬走 他说 因为我坚持要住在这儿 近我家人啊 哦 我就呆了 我说 喂 我说你如果怕 你又觉得是这样的话 你还要继续住下去 没有人帮到你的啊 嗯 那他就问我 他说 不如你帮一下我吧 咦 又找你驱魔啊 那我就说 喂 我怎么帮你呢 是的 我说不如这样吧 我说我最多 我可以 给你一些驱魔的用品 嗯 而且最多我带到Dowcer 是的 我在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 那些读数有什么不同了 是的 好了 我说你再想想他 你再想想他 好了 我就没当一回事 我说你都不搬那怎么办呢 对吧 好了 那过了 我想过了一两个月左右 是 就是他就紧急打给我 他说不行了 真的要你过来了 嗯 那包括为什么呢 包括他说 他试过呢 即是进回家 是 女儿在门口里 就已经不进了 嗯 喂 那么严重 是啊 是啊 他说他见到宿舍在里面 嗯 他说不想进去 他哭了 嗯 那你就不要再逼你女儿入屋 是吧 嗯 但当然了 你不逼你女儿入屋 那又怎样呢 是啊 他就说不是啊 现在我已经转了方向了 怎样呢 他因为太害怕了 那怎样呢 就是 他叫他老婆 和他 女儿 就搬到他母亲里住 他自己一个人留在单位里面 一个人面对那个叔叔 是的 那我说 我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说暂时决定这样 因为没有找到新屋 没有搬到 嗯 我说 我说 你是不是瘋了 你知道房子有些问题 你不搬走 嗯 最多就是你老婆和女儿搬走 是 你就自己去住 是这样 他真的值得恐惧 正面面对 但是他有害怕 是 他有害怕 好了 他就问我 可不可以当日过去 探测一下 和给他一些驱魔东西 他说 为什么要今天呢 因为他妈妈 他妈妈也害怕 他妈妈就决定不移 买了金银衣 他在家里烧 我就跟他说 你先停下了你妈 拜托 你先停下了你妈 我说 如果你无端端有一个人 三不识七 烧金银衣 给他 来到你家 烧金银衣 给他 他还不走 他觉得这家人多富贵 令到我响了不少 我继续留下 我说你停下了你妈 拜托你停下了你妈 因为他终不召唤我 他妈妈两点钟来 我说你拜托 叫你妈妈别动 停下来 我说我先来 拜托 那好吧 立即过去 带着 招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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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我们进去 别说鬼字 总之 我们进去就说 我看这里 我忘记用什么借口 风凉水冷 不知道什么 完全是不关事 我进去坐下 我说漏了一件事 为什么他真是害怕呢 就是有一天 除了他女儿哭之外 有一天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妻子突然问他 看不到电视 电视为什么全部都变了雪花 那些又接到 数码电视 都接到那些人来 他说没有 没有动过 他就告诉我 当时电视架前面 堆了杂物 没有动过 搬进来这么久 没有动过 因为没有时间 箱全都在前面 电视机后面 都插了电键 他就推开所有杂物 推开电视架 插槽全部被拔开 我说 已经是恐怖到这样 不单是整理垃圾桶 整理电视 他说是害怕的 应该要很害怕 他还有一刻 他觉得女儿的恶作剧 不是真是爵架 他说女儿都插不到电视 他爬不到进去 大人也做不到 搬开所有杂物 才能推到电视架 我说一定有问题 我说 除非 我说除非你的锁匙 第三者有 进来整固你 我说 如果不是的话 你没有办法解释 他说没有 只有我们有锁匙 好了 他说我进去 假扮不说 突然拿到电视架去查 你不要说 是很邪 为什么呢 电视架 我听到 他只是指着集末房 即是女儿说出事那间房 是的 走到哪里都是指着集末房 他的房子没事 厅就是指着集末房 我打了眼睛给朋友 走到集末房 一走到集末房 我就害怕 为什么呢 我站在集末房中间 指针指着我 我一路旋转 360度 哪边都是你 都是指着我 站在我旁边 站在我中间 我不知道 一路是 他在外面看着我 他这样 我就说 喂 你很明显 是不是 他站在集末房中间 好了 出来 我就说 不要了 我说下街了 下街聊 我跟他说 喂 是否只要集末房 你女儿看到集末房 没错 第一 第二 怎样都奇怪 集末房最奇怪 应该这样说 我说 我帮不了些什么 第一 当年耶路撒冷 耶稣圣务里面 我买了一大堆圣水 即是捉圣果的圣水 最强的 耶路撒冷的圣务山洞里面 祝圣国的圣水 全世界最强 圣城那里 第一件事就是 他老婆是虔誠天主教徒 是 他自己是信基督的 是 但他两个已经跟着天主教的规矩 是 我就说 某个程度上 都符合你的信仰 是 是 我说 你找个地方 就倒些圣水 是 我说 我不知道你怎样放在哪里 我说 你总之用圣水去驱魔 你暂时还没搬走 是 那你就要驱魔 是吧 不是你走就是他走 是 对 好了 先讲这个朋友故事 先讲讲电影 好了 他处理了 他说他拜了 怎样拜呢 就是 他说他老婆知道这个圣水 他真是很开心的 因为他老婆是天主教徒 他说他倒了圣水 在一个大玻璃兜 是 他老婆已经弹在他厅上了 是 他老婆已经很害怕了 是 好 好了 过了两个星期 是 一半夜 发了一个信息给我 那个信息也很害怕 是 那信息是什么呢 我按 他说很害怕 很害怕 我什么事 他拍给我看 是什么呢 是 他晚上回到家 他一个人了 因为他老婆和女儿 看走了 只有他自己 他自己一个妈 他说他晚上做完事 回到家 一坐下 厅的灯 他会闪 闪 哇 他拍给我 哇 闪 现在还在闪 是呀 还在闪 我说你 还在闪 他听到吗 是呀 很害怕 哈哈 你走不走 他说我现在在摆拆东西 现在在妈妈睡 哈哈 好了 我说你真是早点走 好了 他第二天找了个整灯师傅到家 他很厉害 他觉得所有东西是什么 是什么问题 是的 他告诉我 他拍了第二次给我看 师傅弄完这盏灯 师傅说很奇怪 其实没事发生 不如换一盏灯 换完之后 那盏灯没事 照着 没有斩 弄完那庙 听另一边的灯 然后斩了 他说陈先生 现在在另一边斩 我说你走没有 他还未走 你走没有 我说这样警告你还未走 是的 好了 他还未走 那一刻很厉害 那一刻很厉害 是 他过了两个星期 还可以撑到两个星期 他真是厉害 他两个星期后 他半夜三个星期 他说 我决定走 我一早就叫你走 是什么事 驱使了要两个星期之后 他还能撑到两个星期 他之后才决定走 是什么事 我让你猜 是 他一进屋 打开门 他就已经觉得 我走了 早上你一想到 你一打开门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厅 是厅 厅 我估计 譬如他们摆在电视前面的杂物 那些箱子 就乱了 乱摆 我想比这个更加恐怖 我觉得是更加恐怖 他窗子都关门了 没有封 没有封 你不要跟我说 那个圣水都写在地上 还写 首先一件事 他老婆的坛 那些东西是掃掉的 第一件事 这个掃掉已经好 他家里没有猫 没有老鼠 没有其他人 只有他自己一个住 掃掉了 是 这个坛中间 原本是一个碗 放在圣水 是 是 他说 圣水的碗 连着圣水 是飞在厅中间倒射 哇 我说 我说 你让我开门 看到我都走了 很凶 很凶 而且我觉得这个警告 已经是最终的警告 是 我说你走得对 他也说 他打开门 看到一个坛 碰到地上 有胜水在中间 是的 他说怎么飞过去 是的 他说 就算我开了窗 坛的胜水 也不会飞到中间 他说 没有可能 反作用力 你想想 风这样吹进来 你的胜水 顶多就是向 那边 你怎么会向中间 我有想过一件事 除非他老婆玩玩 趁他还没回家 来啊 女儿 我们进去 扔了 如果他老婆真的这么玩 我没得好说 但当然他老婆没有回家 应该是没有了 于是他也说 不行了 这一刻 你想想第一 第一声水不害怕 第二是倒塌的坛 把声水拨在厅中间 我觉得够凶了 他连耶路撒冷的声水 他也不害怕 正确 我就想 我说 你真是拜托 不要再厉害 再留在一间屋里面 是 终于狠听我说 是 之后就很快速地 找到楼 搬了 我说 是 但我随后再给他 我说 你没有跟业主说一说 他说 你忍不住也要跟业主说一说 他说 业主说 没事的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业主这样的反应 很明显他知道什么事 你觉得吗 我觉得他知道什么事 因为 我想没有理由 只有你这位朋友那么黑仔 遇到这些情况 如果那只鬼真的这么猛料的话 他说的版本 业主说 原本应该是他买来自己住 不是他买 他父母买 后来他应该父母身亡之后 便租了出去 我听完我便说 喂 那是不是他父母来的 是的 即是你是一个外来者 你入侵了我那里 那我当然搅走你 让你不要再住在那里 父母打算被他的儿子住 突然有个外人住 整家人在那里什么事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但业主说 没事 假的 我想到你自己住便没有事 终于劝走了个朋友 是 是 但我也想跟你网友说 不要太疯了 遇到一间屋子便立即走 还要是一而再 再而三 不止三 其实是四 四五六七 是的 我相信他说得比你知 已经是一些比较离奇 或者比较很大反应的东西 小的东西 小的东西都没有说 小的东西都没有说 那些加加万买 都不够让他搬走 即是太恐怖 所以我感到一部电影 后来当然 那个Johnson被鬼附 为什么会发生命案 故事就是 后来有一天 是被鬼附的Johnson 原则上就是 前世是这样的 业主 在某个程度上 有一天喝醉酒 原本就和几个小女孩 去吃饭 可能喝醉酒 有些骚扰出现了 骚扰出现了的时候 这个男孩回来 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就想阻止业主 去骚扰小女孩 在争吵途中 拿把刀捅死了业主 所以他在辩方 爭辩的时候 就说 不是我想杀业主 是魔鬼叫我杀业主 你觉得这个点 接受吗 真的要看 到底在现场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人在现场 现场的人说的版本 没有人信得过 但问题是这样 我觉得奇怪的地方是这样 如果是你魔鬼被鬼附 是Johnson被魔鬼附 没错 Johnson被鬼附 无端端杀了一个 其实不是一个好人的人 这个魔鬼是不是好人 整件事 很奇怪 这件事 不是很合理 这个鬼是不是鬼 但是他要你杀人 本身这件事 也是很邪恶 是的 已经够犯罪了 不要你杀谁也好 但问题是 犯罪可否 控制一个人去杀人 这又是一个想法 行不行 所以 首先 不如这样 我给大家看一条 电影的其中一幕 一幕应该是第二条片 是的 没错 是电影公司授权给我播放的 如果一些魔鬼可以令人有幻象 或者是去到一个有力量去推你 拉你的时候 这个算不算是一个越界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我们这些不虔诚的天主教徒 都很记得一件事 就是耶稣三次拒绝撒但的试探 是 那时候 都是说 他是给了一些幻象耶稣去看 是 他没有逼到耶稣去做某些事情 他也是用一些花言巧语 你把石头变了面包 你现在拜我 你现在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你的 这样的事情 其实没有逼到你去做 所有东西都是 就是拒绝你 是 看看你自己的内心够不够坚定 够不够硬 可以顶得住这个撒旦的试探 就是说 可能魔鬼和小孩说 你去杀人 你杀不杀就是你自己决定 他引诱你去杀人 是 但不一定要你要去杀 没错 这个可能是个问题 是 但我想说 这个案件是1981年的事 是 最后当然 你用这个藉口去抗议你 肯不肯去 可不可以去 叫做被审判 杀人的罪的话 其实很难的事 当年我记得审讯最后结果就是 法官是不容许 用这个魔鬼指使杀人的角度 是 去审判这宗案 是 最终所以 Johnson 被控成功是 定罪的 谋杀罪成的 谋杀善惑 是吗 他正式的罪名是什么 谋杀善惑罪 一级誤杀罪 一级誤杀罪 也叫做杀了人 判处10至20年的监禁 但是根据记录 他五年后被放了 没错 他没有坐着 可能是假式 但 有人说 为什么会放出来 因为有少少民众觉得 他也是被魔鬼指使 他也是可怜他 有些民众的压力 令到法官和法庭 最后都提早解释了他 这就是 成功了 我用这个魔鬼藉口 竟然提早释放 是否不抵得 不应该这样做 那时候的法官 其实就认为 那个法官叫Robert Robert Robert拒绝接纳 Johnson 用这个被鬼附身 作为一个理由去辩护 他认为没有关联和不科学 是不容许存在这些证据 但是我想反驳当年这个法官 我们现在可以反驳美国的法官 是 法官不行 我要反驳美国的法官 他说这件事不科学 我心想 我心想 我心想说个粗口 我顶你的肺 你上庭要按着圣经宣誓 那科不科学 是 是 就是 整件事本来 你要跟神有个细致的东西 本来也不是科学 是吧 我要向上帝按着圣经宣誓 你不可以让我用魔鬼的藉口 去抵护 是否又不逻辑 也是用鬼神论 除非你说全部不用宣誓 按着圣经的 就没得好说 那你说这个是矛盾 是 是 这个法官说这件事不科学 按着圣经宣誓 就是不科学 是吗 是否应该要抵护这件事 可惜当时Johnson的辩护律师 不是我 是 参与是我的 大件事 我从六千年前 圣经开始说 我想现场会怎样 陈先生放过我们 辩护律师 请你注重你的言行 不要离题 法官说 你已经离题了十八个小时 陈先生 你可否进入正体 你这样拉布是没用的 法官大人 但我想解释清楚 圣经是怎样分析魔鬼 我现在由二百多开始和大家说 法官大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我拖到现在还未审议 可能Johnson会跟他说 辩护律师 你放过我 我坐 不是 你计证 那时候我开始坐 到现在我应该坐完 我不用再在里面 我们已经审了五年了 还未坐 所以我就说 其实很矛盾 但是这样 但这宗案是1981年的事 但是如果和差不多类型的个案 我想说 其实早上新加坡有件案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字幕 你今次的技术 是可以出售的 是 太好了 即时出售 因为刚刚有新闻说 新加坡有件命案 有个澳洲籍男人 就是他在家里杀他老婆 没记错 我记得就是他在家里杀他老婆 是 把刀捅了很多刀 之后 他就 但他在庭上也有防御 防御是什么 他的老公就是说 因为魔鬼叫我杀他 甚至 男人 就说见到他老婆 那件衣服 他老婆跑马拉松 他老婆跑马拉松 完后 就有一件衣服送给他 就叫做finisher 是 就是你完成了马拉松的achievement 送了一件衣服给你 但老公说他见到一件衣服 就是finisher 多了H 我真的觉得这件衣服很厉害 finisher 变成finisher 对垮他 他老公说 我听到魔鬼的指令 所以我对垮他 这件事是 上年发生的 今年审计的 那可不可以呢 当然 根据新加坡的法例 你不可以用魔鬼的说法 判囚十年 这么少吗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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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谁一样 跟Johnson一样 不知他是否判图五年 便要出来解释 但这个案件 就是判图十年 但我又说 就算香港也发生了 大家看看这个 上星期才審结这件事 大家要印象 2017年 有个男人 其实是助理工程师 在巴士上 突然拿刀 插了女友 33刀 大家还记得 插了33刀 他在精神失常之下 去杀她的女朋友 但也是奇怪的 原则上 在上庭中 他跟女朋友 没有什么事发生过 他只不过是突然间 觉得 不知为什么 沟通不了 女朋友 他参加大学 我阻止不了他 好像突然有些 精神障碍 就是 插了33刀 其实这个世界 很多发生这些事 不单是1981年 这件事件 我们现在只数 简简单单 也有三宗 也有两宗 新加坡 新巴的三刀事件 都数到最少三宗 如果全世界 很多宗个案 都在告诉我 可能有人指使我 杀谁的 魔鬼指使我杀谁的 你说得对 如果真是魔鬼 是天梯来 每一件事都是 魔鬼天梯来 叫你杀一个人 你听他不听他 就是你自己决定 是 那这个是否一个 魔鬼指使 我真是 又是一个哲学问题 你觉得呢 这个事件 真的要看你自己 个人的内心 是否坚定 如果 你这样被人碎 这样被一个浸化符 超越人类的力量碎 你的时候 如果你坚定的话 你可能像耶稣 他做了魔鬼的试探 其实我们凡世间 很多人 都是意志不坚定 你要记住 我们人很脆弱 很玻璃 很容易会受到 闲言闲语 很容易会受到 不同外来的压力影响 就会去做了 某些决定 刚才那两个的情况 一个就是 不想女朋友去参加大学 一个可能是有些讨论 然后就这样 其实还说 新加坡的男人 是有精神分裂的症状 以前有的 这些这样的情况 就是他们本身 意志力不够坚定 都很脆弱 有这个都市的精神病 大家都 心理很容易 而会因为某些因素 某些理由 就会做了一些 回不了转头的决定 但我想说 这部电影的主角 Johnson 其实我又搜寻不到 他今天还在不在山 真的没有 我网上找不到资料 完全中英文 所有资料找不到 我又觉得很好奇 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今天 他还在山的话 其实我又觉得 应该记者要问回他 现在访问回他 你怎么感觉 当日那只魔鬼 和你的沟通 是不是更精彩一点呢 但是 尤其我想播这段 电影公司给我这段片 就是有一个 访问当时有些在场人士 说Johnson的事情 大家去看这段片 I'm here to tell our story There's not one day in my life that goes by that I never think about it it's always there it scars you I met Arnie when I was working down in Bridgeport when Arnie and I rented a home my brother David he started getting physically attacked where Arnie where Arnie comes into play Arnie witnessed what they assume was a demonic possession with David David was suffering so bad and we're all right there with him Arnie couldn't take it anymore because he was trying to help my brother Lean him alone let's take the road at his wits end he called out to Dedean and invited him into his own and when he had challenged the beast it gradually started to manifest and come to him February 16th 1981 my boss started to really become inebriated your girl's gonna think I'm a drunk Arnie said let's get out of here he started walking down the stairs and I heard a guttural yell out of Arnie and then I turned around look at her and my boss he's on the ground and I seen blood all on his shirt I think I hurt someone the newspaper came and I told them what happened I said he was possessed I want the truth to be told that these things are real something terrible happened here you cannot take this ligh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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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eine good vs. evil it's real good vs. evil it's real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you can take this lightly I don't know you can take this lightly how'n's 這個interview的畫面 看到除了驅魔的人士在做儀式 很多時候都會聽到被附魔的人 力量很大 Johnson是其中一個有份按下 這位11歲的其中一個人 驅魔的神父可否帶多些人去 一向我都看不到 就是教區有很多人 是否有多些人可以幫忙 很多時候都要靠家庭、朋友 叫多些祭司去 祭司不祭司都是Yahoo 很多人可能 所以他自己又要請強 要去現場按下小孩幫忙 如果根據電影版本 我不知道現實是否這樣 可能dram 電影版本就說 Johnson說 上我身吧 當然鬼聽你說 你叫的 所以我想說驅魔 不關你的事就走開 有人有問題就找一些專業的神職人員去處理 不要自己懶惹去做這件事 我朋友現在搬了 我接不到電話 我是覺得高興 你知不知道我怕甚麼 我怕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 他不關家屋事 他跟了我 他跟了我的女兒 我真的覺得 我去召喚李良 李良神父 香港那位 負責安排驅魔神父 李良神父 我想要你幫幫忙 你們有個教徒出事 希望不是這樣 千萬不要 沒有打電話給我 各位朋友沒事 沒有打電話給你 暫時沒有打電話 暫時沒有打電話 還是正常的 正常 應該是 正常 他的電視台打地震 你越說越多 他沒事 他搬了之後沒事 甚麼事呢 不知道 說到這裏 我怕他的同事打電話 原來你說的是我的同事 麻煩 Conduring 3 是香港版本 反正這套 Conduring 3 都是瘟智仁監製 不是他做導演 監製已經很好 不是找集團 Conduring 4 背景來香港 溫子仁 你懂得廣東話 不像馬來西亞裔 他好像懂廣東話 不知道 溫子仁 如果你看到這集 你聽到我剛才說的故事 你有興趣拍 我將你轉介給我這個朋友 你們兩個交易 將這個故事 拍香港背景 Conduring 4 拍得很好看 不要叫摩子 叫甚麼好呢 叫甚麼好呢 不知道 我們這麼有創意的 觀眾們 網民們 麻煩大家想到 如果溫子仁要將 剛才雲海這個朋友的經歷 拍到第四集 Conduring的時候 到底應該叫甚麼名字 麻煩大家給一些創意 在YouTube留言 好呀 好呀 廣焦 如果拿了票 未來6月3日 Patreon的用戶 幾十人 記得準時到 早點到 至少早半個小時 幫我拿票 否則麻煩 再次呼籲 不要再問為何你們沒有份 因為你們要有份 麻煩大家 記得要做足 訂閱雲海的Patreon 還有我們臨尾 要感謝明謝以下單位 第一 明謝華立電影公司 明謝環球電影公司 明謝這部電影 我們讀中文名叫鬼屋驚空實錄 是嗎 Take 2再說一次 鬼屋驚空實錄3 G摩子 Conturing 3 電影的合作單位 還有 感謝這部電影公司 現場環境的朋友 不用說名了 看到我也知道 也感謝Grek 幫忙做了我這個庫主持 也感謝我營業公司 夠不夠命 多謝放我行那班 誰放你行那班 我放你行那班 多謝陳強 好 再見 好 再見